白崇玺 素玉,刘伯承,林彪几人 而有意思的是,林彪说,在国军白崇玺是最有才干一个 了解历史朋友都知道,林帅与白崇玺三次交手二败一胜 但是白崇玺却不认为林帅是我军第一战神 在白崇玺心中认为刘伯承才是我军第一战神 而刘伯承却认为素玺才是我军第一强将 说他置身永辰,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股名将之风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白崇玺心中第一战神刘伯承传奇人生 刘伯承是我军,军事理论水平最高的一位 在辛亥革命席卷四川时,刘伯承剪掉辫子,投入川军第五师熊科普当兵 在部队他体现高超指挥艺术,很快就得到上级重用,被提拔连长 1916年,在桃圆护国斗争种,刘伯承带队攻打封都时,被敌人子弹打中右眼,立即被他手下兄弟抬到医院 但是由于刘帅为了不损害脑神经,让医生不要用麻药,在场的医生都惊吓了,说如果不用麻药会痛死的 但是在刘帅坚持下,医生在不用麻药情况下给他进行手术 几个小时过去,当手术做完后,被为其主刀的医生赞叹为真乃军神 在医院休息衣柜,刘帅又重上战场带着川军兄弟们攻克封都 至此,刘帅带伤上战场声明传遍川军 因此,刘帅也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当时刘帅才24岁 1923年在成都认识杨安公、吴玉璋等人 他们认为,刘帅是位很不错年轻人 又心系百姓,有爱国情怀 于是介绍他加入我党,正式成为我党议员 后来和贺总、叶挺等人参加南昌起义 当时刘帅任前提参谋长 这也是刘帅第一次担任参谋长职位 包括之后,还当过红军总参谋长 同年又被上级首长派到苏联 学习军事,当时苏联是我军国纪上的友人 在苏联学成回国后 刘帅被派到红西苏去任红军总参谋长 协助朱总周达赢第四次反围剿战斗 后来,刘帅利用业余时间还编写了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 有效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 因反对顾问利德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 将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等等遵义会议之后 刘帅大次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指挥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战役 被毛主席称为真龙下凡 抗战战争爆发后 刘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 走向抗日战场 他用兵如神指挥一系列 以少胜多经典战斗 给敌军以沉重打击 因此,他也被日军称为半个军事将 到了解放时期 他用兵得当 神机妙算先后取得龙海、定陶 据演兼敌数十万 解放大片地区 之后,又千里跃进大别山 指导敌军复兴 为我军揭开战略进攻的 序幕 1948年 刘帅和陈总、素司令 一起指挥淮海战役 在战斗中 歼灭蒋介石王牌皇位兵团 大大的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949年 毛主席把解放西南任务交给刘帅 要知道 当时大西南蒋介石 还有一百万兵力 刘帅巧妙用兵先后占领重庆 成都都蒋介石打得逃离大陆 到了台湾蒋介石说 刘伯承战术之旗 在我军算是一决 而白重启 而白重启直接说 刘乃我军第一汉将 战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刘伯承战术之旗